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凡遇到重大事项 必须一家人坐到一起开家庭会议 共同商议解决 2017年春节的这次家庭会议 老曾特别看重 他打算趁孩子们都在家的时候 溢一溢自己的养老问题 可是 老曾酝酿酿多时的家庭会议 这一回却迟迟开不起来 这就是曾经树老人 今年已经79岁了 他和老伴一共生养了四个儿子 分别叫曾凡 曾荣 曾昌 曾圣 四个儿子的名字合起来就是凡荣昌圣 这也是老曾曾曾经寄予这个家族最美好的愿望 但如今 一提起几个儿子 老曾就叹气 老曾口中说的做不得了 指的是自己现在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 连生活都不能自理 而他口中的老二和老妖 指的就是他的两个亲生儿子 曾荣和曾圣 为什么老人一提起这两个儿子就这么生气呢 原来 曾荣和曾圣常年在外打工 很少回四川老家 而老人为了准备今年的这次家庭会议 多次给他们打电话 也没有什么结果 打电话打不通 你两个不回来 老二曾荣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老四的电话倒是能打通 但他却说 今年肯定回不来 根据我那个身体看来 活不得好久了 老曾的身体出现状况是在2016年的春节 那年春节刚过完 老二和老四都外出打工了 老曾就留在达州 跟着老大一家生活 一天 大儿媳发现了一件怪事 大儿媳妇发现 厕所墙壁血迹斑斑 他怀疑老父亲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 老大和老三带着父亲上了医院 一检查居然是绝症 大儿媳妇说 当时医生说可以做手术 但父亲这么大把年纪了 上手术台风险很大 所以他们赶紧给老二和老四打电话 希望四兄弟商定一个治疗的方案 大儿媳妇说 由于老二始终联系不上 这让其他几个兄弟也不敢擅自给父亲做手术 当时 由于儿子们意见不同意 老曾的手术没做成 后来 老人只能通过吃药来缓解病情 接下来的日子 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 由于没有及时治疗 癌细胞迅速扩散 大半年时间 老曾的直肠癌已经到了晚期 眼看着老父亲只有半年的时间了 养老送中的问题越来越迫切 老曾生病前 独自住在乡下老家 去年发现得了病才进了城 现在就由住在达州的大儿子和三儿子照顾 如今 老曾住在老大曾凡家里 老大每天还得外出工作 所以 老曾的衣食起居 主要靠大儿媳妇王荣萧伺候 由于老二和老四始终不露面 时间一长 家里的兄弟颇有微词 儿子儿媳妇的牢骚话 老父亲都听在了心里 身体的病痛 儿子们的抱怨 再加上对另外两个儿子的思念 让老曾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一直诉状 把四个儿子告上法庭 2017年2月 案件在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 卑妙法庭立案 法官接手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老二和老四 然而 老二的电话总是无人接听 几经努力 法官才打探到了老二曾荣的行踪 然而 等法官赶到卫生院时 这里却只有一张空病床 难道老二听到了风声半途溜了吗 法官找到了医生进行沟通 医生说 老二第二天应该还会来看病 于是 第二天一大早 法官又来到卫生院病房蹲守 终于见到了久违的曾家老二 他认为是老大和老三 共同 说是他父亲的起诉到法院 这位就是曾家老二 曾荣 老二的态度很明确 就是父亲不该由他赡养 当年全家人签过协议 他是有凭据的 本来还有病的床上还得输液 曾荣从包里掏出了一张泛黄的纸 这是一份二十多年前签下的协议书 纸张已经十分陈旧 却被曾荣小心翼翼地进行过速保护 常年随身携带 老二曾荣介绍说 这份协议是全家第一次开家庭会议时签下的 父亲的养老问题 在协议中规定的一清二楚 协议上明确写着 曾凡和曾小和 也就是老大和老三 均分家里的八间房屋 并承担两位老人的赡养 曾小云也就是老二曾荣 在山上挑选三十棵松柏书后 家产一律不要 不负担两位老人的一切 老二曾荣说 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说好了 他不分家产 也不负担两位老人的一切 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 父亲生了病了 其他兄弟又来找他了 要他赡养父亲 那他当然不能接受 那当年他为什么要签这么一个协议呢 这得从老曾家的第一次家庭会议说起 事情回溯到1996年 那时老曾在这个大家庭里 拥有着绝对的权威 家庭会议是老曾亲自张罗主持 协议也是他亲手签下的 关于第一次家庭会议 老曾至今还记忆犹新 当时村干部王伦周 当时村干部王伦周 作为证人参加了曾家的家庭会议 分家也是属于分州的 1996年正月初五 老曾家的家庭会议 就是在这里召开 主要的议题就是分家 当时参加会议的 有老曾和他的老伴 四个儿子和四个儿媳 当年老曾还不到六十岁 为什么就要急着分家呢 原来当年老大曾凡结婚好几年了 却一直借住在别人家 老大两口子想拆了家里的旧房子 用这些砖瓦木料 去另外修建新房 所以老曾家的分家协议 就被摆到了桌面上 当时老曾家有八间房子 三十棵树 这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家产 四个儿子到底怎么分 意见很难统一 我说第一个 给你三十棵树 你把他拿回去 父亲老曾提出 把三十棵树给老大拿去盖房 房子就先不拆了 但老大并不同意 老三说当年三十棵树大哥不要 后来老二主动要走了 协商了半天 最后一家人终于达成了一纸分家协议 老大和老三各分得了四间房子 老二得了三十棵树 并明确约定得到房子的老大和老三 负责两位老人的养老送中 后来一家人都在协议上签了字 按了手印 三十棵树就不分他的 是这样的 然而就在家庭会议的第二天 这份分家协议却被撕毁 撕毁协议的不是别人 正是这次家庭会议的召集者主持者 一家之主老曾 为什么撕毁协议呢 老曾说 他仔细一琢磨 觉得这协议有问题 分家是一回事 养老却是另一回事 俗话说了 养儿防老 自己明明有四个儿子 怎么能因为少分了家产 二儿子就不给自己养老送中呢 所以在老曾看来 这个分家协议不能作数 这就奇怪了 这个协议不是第二天 就被老曾给撕毁了吗 怎么老二的手里还拿着一份呢 原来当时这个协议是 一室四份 老曾把自己的 老大的 老三的都给撕了 老二的那份始终没交出来 所以他认为这个协议有效 而且后来老二真兑现了协议了 从山上砍了三十棵树 建起了自己家的房子 老二认为按照协议 他就是可以不尽山羊义务 老二曾荣也吐露了自己的苦衷 一提起当年的事 这个大男人居然哭了起来 他说第一次家庭会议的那次分家 伤了他的心 当年他是在父亲和兄弟们的要求下 被迫签下了这份协议 曾荣说当年就因为自己条件太差 被家人轻视 这让他这么多年一直耿耿于怀 始终无法原谅父亲 村干部王伦舟也证实了老二的说法 父母持续旅程小心 车转的就是养人放老 养人放老 结果就没放到 作为旁观者 王伦舟觉得 如今曾家为了赡养问题 闹得人尽皆知 其实老曾这个当家长的 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当时国家又达成了一个协议 自己为了想把这个包袱水头 根据是几个水头 就不知道到现在的下差 说到这儿 您可能注意到了 参加这次家庭会议的成员中 有一个人很特殊 谁呢 是四儿子曾圣 他也参加了家庭会议 但是分家产 赡养老人这些 都没他什么事 这是为什么呢 老曾家所在的长堤村 位于川东大巴山脉的深处 这里山市连绵 土地贫瘠 就算老曾当时是生产队长 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富裕 而老司曾圣 是老曾33岁才生下的儿子 作为最小的儿子 自然最为得宠 但是等到儿子长大了 老曾却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让小儿子曾圣 到隔壁村当了上门女婿 1992年 老曾把最小的曾圣 当做女儿一样 嫁到了隔壁的永丰村 在曾家人眼里 他就跟嫁出去的姑娘 那是一样 如今老曾告的是 自己的四个儿子 做了上门女婿的四儿子 是否也要跟三个哥哥一样 承担赡养父亲的责任呢 要想审理增加的这个案子 法官当务之急 还是要先找到人 在法官的努力下 终于弄清了老二的心结 也打通了老四的电话 和老四的交谈 令法官很头疼 第一次通电话 通了九分钟电话 通了九分钟电话 当时让我头都有点疼 此时的老四远在福建 而一听是父亲 将自己告上了法院 居然明确地说他不养 他认为法院是无事生非 他说这个事情我别管了 老四说 他是被老曾当作女儿嫁了的 当年开会时 分家产都没他的份 现在也没有理由让他来养 他们就认为家属的女人 对亲生服务没得散养义务 老曾回忆说 这么多年了 他的家庭会议 其实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只不过考虑到 二儿子和四儿子的态度 为了家庭不闹矛盾 每年他都回避了 分家和养老的话题 这个家庭会议也就开始变得务虚了 但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问题本身依然还横在大家的心里 等到2010年的时候 家庭会议那必须得务实了 因为这一年老曾家遭遇了一个重大的变故 当时四个儿子都在外打工 只有老曾和老伴留在了长堤村 一天晚上老曾的老伴吃饭时 被一块瘦肉卡住了喉咙 老大连夜赶回找了辆车 把母亲送到城里的医院 一检查居然是患了食道癌 当时远在福建打工的老三 听到这个噩耗也立即赶了回来 老伴病重 四个儿子却只有两个在身边 这让老曾很不高兴 无奈这兄弟俩就是不回来 而与此同时 老人的病情却发展得极快 仅仅七个月就到了弥留之际 终于见到了儿子 也许是了了心愿 在老四到家后的第四天 老二到家后的第二天 老母亲就撒手人寰了 2010年 因为老伴去世 老曾不得不面对 自己未来的养老问题了 在他的主持下 曾家再次召开了家庭会议 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 那个气氛都要凝重 在这次家庭会议上 四个儿子终于同意 一起轮流赡养老父亲 可这之后发生的事 却让老曾始料未及 老曾说 对于那次的家庭会议 他起初颇为担忧 毕竟当年因为千分家协议 一家人闹得不愉快 可出人意料的是 这次会议竟然开得非常顺利 当时老大提议 把分家的问题先放到一边 就商量怎么照顾老人的问题 最后四兄弟同意 一人三个月轮流照顾老人 这个结果让老曾倍感欣慰 老大说当年父亲在他家住满三个月后 就轮到了老二曾荣赡养 可后来父亲一天也没有去老二家住 回到了乡下去养老 原来他在老二家吃了个闭门羹 当年老曾的身体也还硬朗 一气之下 老人就回到了乡下老家 对于二儿子的态度 作为父亲的老曾心里也清楚 儿子这是因为当年分家的事 心里不痛快 老人一天天年迈 养老问题终究必须解决 所以每年一到春节 老二和老四返乡过年的时候 老曾家总是召开家庭会议 但每次却都草草了事 谈不出什么结果 不是一次两次 可能是无数一次这个家庭 讨论就是讨论你 老回来晚年 朗期度过 你一开会 你说一说东西 不就等你了 就等你了 就上回 老三说的每次开会 最后闹得不欢而散的人 就是老二曾荣 他闹女就是 斤斤斤脚的嘛 他就是在小便宜那中啊 什么东西的屋子都整啊 在老曾的养老问题上 四个儿子 俨然已经分成了两大阵营 老大和老三 为了就近照顾老人 都留在了达州 而老二和老四 则常年在外打工 矛盾虽然积累了很多年 但老人身患重病 问题必须要尽快得到解决 面对这样一起复杂的赡养案件 通川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决定 通过巡回法庭的形式 在老曾的老家长梯村 进行公开审理 案子定于2017年3月7日 一早开庭 开庭的通知发出去了 但是法官还是有点担心 老二和老四能准时出现吗 如果他们缺席 老曾的养老问题 该怎么解决呢 一大早长堤村村委会前的广场上 就聚集了不少人 赶来旁听的村民络绎不绝 令人意外的是 老二曾荣早早地来到了现场 这让法官松了一口气 旁听席上村民们围坐一团 争相在看着什么东西 原来老二把自己精心保存的 那份分家协议复印了好几份 分发给了村民们 老二的这个举动 让大嫂很不高兴 这份协议也引得村民议论纷纷 他有义军 你就有义军 你爱有金贼人 奉扬的贼人 那个义书 大人要有慈心 你才有小心 让老人和法官失望的是 老四始终没来出庭 他委托他的岳父 做了代理人 上午十点 庭审正式开始 现在开庭 老曾坐在原告席 他的三个儿子和亲家 坐在了背告席 审理的焦点 集中在了赡养的具体方式上 我的想法就是 十里圆 一个人一个人 一个人一个人的 老大和老三都提出 希望由四兄弟 轮流赡养父亲 老四的岳父也赞成 但提出 老四应该少尽点义务 问题的焦点 集中在老二身上 轮到老二时 他依然紧抓着 当年的协议不放 强制一些那个合同 都叫不关 现在叫关 那个房 那个遗产东西 就是他的遗产 绝绝有谁继承嘛 如果是这个生效的话 那就是北生的 只剩两届的 现在要不是可以 眼看着孩子们争吵不休 老曾非常气愤 反复强调 当年的协议不能作数 那么这份分家协议 在法律层面 究竟是否有效呢 这似乎成了案件审理的突破口 他这个协议 主要有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 就是分家戏餐的内容 是他们内心 真实意识表示 不违背国家法律的规定 它的强版部分内容 还是有效的 但是后半部分约定 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 那么这样协议中约定 老二不仅赡养义务这个约定 因为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是不效的 也就是说 协议前面对分家稀产的约定有效 后面对赡养义务的约定无效 四个儿子都有赡养父亲的义务 听到法官给出这样的结论 老二当场激动了起来 一时间审理陷入了僵局 法官只得暂时休停 而一休停 大家纷纷开始给老二做起了思想工作 似乎大家的劝说有了作用 等到复庭 老二的态度有了缓和 同不同应该愿意赡养一个父亲 老二沉默了很久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老二终于同意暗月轮班 下面就该确认四兄弟 谁来第一个赡养 旁听席上的大儿媳 主动接过了担子 而大嫂的这个举动 似乎触动了老二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按照三个月一换 四兄弟轮流照顾老人 老曾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庭审结束后 老二就把老父亲接走了 这么多年来 纷争不断的老曾家终于要迎来一个新的开始 至此老曾家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了 令人惋惜的是 二十多年了 因为赡养问题 曾家是纷争不断 白白虚耗了老人本应安详的晚年时光 有人说 这个天下最不能等的事 二那就是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 一是出于道义 必须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二从法律上讲 这也是每个做子女的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和其他内容 明天见